主席 主席,本席有事情想要请教彭主任委员 好,请彭主委 主委好 主委好 主委在做学者的时候 是本席非常敬重的一位传播的学者 今天在国会的殿堂上 你以主任委员的身份打巡 本席就就事论事 跟你讨论一些比较敏感的议题 首先,刚才你在打巡的时候有特别提到 你是任命为四年的委员 通讯传播委员会,NCC的委员 但是你也被互选为主任委员 那现在四年期间 你有私人的理由 因为你刚才提到,第一个理由是你想要交书 所以必须要提前离开 我认为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退场机制 已经答应了四年 然后只是为了交书 就离开两年 你应该说当时 对国会不够尊重 谢谢蔡委员的指教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委员都问过我 上次在交通委员会的时候也有问过 我想您可能知道两年前 七月一号那时候本会送到立法院的名单当中 并没有我 并没有我 后来是因为有一个委员 他临时不来了 所以我在最短的时间中间 被告知 希望我来帮忙 不是,我现在讲的不是你帮忙 那那个时候我就说两年 那个时候我承诺就是两年 对,你承诺那两年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接受四年的一个任命 我跟上面一支反应啊 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讲清楚嘛 你就是要把这个制度弄清楚 不能自己设计一套退场机制 说你给我四年 可是我只干两年 另外两年以后另找杯了 我这样在这个运作上不太通 所以个人的志向这方面 我是希望说 能够就这个跟国会沟通 跟制度上任命上 也都要明定清楚 我们投票的时候 才知道你是投几年了 好不好 你不能说我们投票的时候 你几年我们都搞不清楚 这样是不妥的 这种退场机制 自行设计 不太理想 好不好 谢谢 第二个 你刚才提到说 你觉得你有沟通的问题跟困难 所以你是 也是第二个原因 你想离开的原因 那你解释有对内对外的沟通 跟图行者委员问的时候 以及那个李俊逸委员讲的时候 你所答案的内容都是说 你是对外沟通 你的学生怎么样的 这个外面 你没有提到对内沟通 请问对内沟通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 其实这个 我想张政伟在跟我讨论的时候 也是说 因为在学校包括系务会议 任务会议 校务会议 他的讨论都是相当的漫长 因为学者都是要求好嘛 真在美就希望百分之百 那我们对于业界 因为业界相对来说呢 他的 包括财阀 他们总希望说 在最短的时间中间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结果 那么我们讨论的时间 因为相当的漫长 所以有些时候 就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落差 所以你对内觉得很无奈 是不是 我上次针对这个魏广法 我写了不同意见书 我觉得这个本来就包括大法官等等 写不同意见书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可是后来因为媒体 我上次的领导人写不同意见书是稍微奇怪的一点 没有 这其实初主委他过去也有写 因为其实因为是委员互选啊 委员互选 每一个人不是都一样吗 是 所以互选制度的时候 你当时选的时候 有没有去拉票 没有啊 没有 这七个人都同意你担任主委 还是行政委员提名你暗示其他人说要选你当主委 那可能要问别人吧 所以等于是一个混沌的状况 把你们七个人丢在丛林里面 你们自己去推选出来你当主委 这种制度运作稍微奇怪的一点 好 那我再请教你一个 媒体曾经暗示过也曾经登过 假设你们七个NCC的委员 有四个人搞成一个小圈圈 就变成产生地下主委 会不会有种情形 我觉得还好耶 还好 没有压力 没办法沟通 所以不得不你要写不同意见书 不是学者本来的不同的理念 不是 我现在不是跟你谈学者 过去是学者 当上NCC委员 上面写得很清楚 是地级职等的政务官员 政务人员 不能再讲说我过去是学者 过去你泛夫走职学者 甚至皇亲国旗 到那边 你是什么职务 你就扮演什么角色 这是我们国会要求的 NCC是不是行政院的一部分 行政院的一部分 行政院要不要接受立法院监督 对国会负责 所以你们要对国会负责 所以你们今天过去 不管你当了什么大学者 诺贝尔奖的得主 你纵上这个位置 你就办理这个角色 一样的立法委员 没有当立委 很多人翻乎走卒 跟我一样 当然我就要负起这个责任 办理这个角色 严格监督你们 所以我就不方便在这里 称你彭老师 我就要负你是彭主委 一样的道理 不过我也很努力 我们这两年 在立法院中间 我就说外传很厉害 所以你们七个人 以后只要搞四个人小圈圈 这个NCC就动不动了 你们可以说学者之见 你们可以说门法之见 学乏之见 不能把学者的身份 带到这里面来 更不能搞小圈圈 这样子的例子 该弄下去 以后NCC每一届出来 都小圈圈怎么办 你们可以用独立之名 独立决议之名 合议之名 你们里面开了会 谁讲什么话 谁传出来都很难听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说 我们要更加严格监督 不是就妨碍你们做决定啊 你们做的决议 要不要送到立法院的被查 不需要啊 你们做的决议 要不要送到行政院纪批准 不需要啊 这是独立机关你们自己做决定的 可是我们对你们的运作 对你们的行为 我们怎么样 要closely watch 这基本啊 至于说很多委员说 我是针对你们 错了 你叫理学章委员来查一查 我从担任公职第一天 我就开始推动 考试院 监察院 的退场机制 有记录可查 所以今天对你们啊 所以今天对你们啊 并不是针对什么特别的案子 因为这是我的理念 有选举就有罢免 有进长就有退长 美国国会呢 他只不过是把以前 早年的这个 谈恶制度 把转型回不信任制度 不需要做司法处理 全部都是政治处理 不管他什么官员 这是国会监督的最后权利 那我们国会对你们不信任行使 我们要冒政治风险 你做得很好 我今天提案要来 要来什么 请你退长 我的选民会惩罚我 可是我提对了 我选民会支持我 是一环接一环 像生物链一样 互相监督嘛 所以国会就代表人民嘛 所以我要提醒你 就是说 不能用独立的东西 这个也没有什么 宪法不宪法问题 我承认 如果要提修改 这个监察院的 这个退场机制 考试院是要修宪的 但是你们不是宪政机关 你们是法定机关 所以我们用法律 来谈认这个退场机制 你刚才报告里面 跟我提到说宪政问题 我 我觉得稍微奇怪了一点 因为你们不是宪政机关 第二个 你有提到说 如果有退场机制 一并考虑 一并考虑 我是全面在推动啊 检察总长 考试委 监察都推啦 有的我提修宪案啊 可是问题在哪里 总该有人带头做起嘛 我们在推动个制度的时候 不可能说 一开始的时候 全面去考虑嘛 不是这样子啦 治病要从什么 脚痛有时候 先从脚先衣起啊 所以 带头做起 就是从你们这段时间 外传你们这种小圈圈的现象 搞了主委无力 高度的无力感 还要弄出不同意见书 你问了金管内主委 他会不会产生不同意见书 不会嘛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上轨道 有执行力 而不是轮为什么 轮为一个论坛 你是一个什么 一个Committee 你是一个Commission 你不是一个Foreign 你们发挥什么 该有的人民跟国会 对你们的期待嘛 你们动不动说 因为国会有党派 所以国会不方便来监督你们 不能要求退场机制 这样就表示什么 政治深入里面 天下哪有这种道理 这什么歪论啊 美国县华也不是这样写的吧 所以我今天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 不要把问题扯得太远 今天NCC 之所以为大家所批评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不是因为个案 也不是一个个案 是一二三四五个个案 凑着在那边通案的嘛 那 你说我们会整天去找你麻烦吗 不会嘛 你因为哪一个委员 跟你们有矛盾的时候 他提案就会通过吗 我们立法院啊通过一个法案 不要讲别的 招委不同意就够不了官 两党不同意就要协商了很久 你会把这个牌上形成那么容易啊 要对你们执行退场机制 的牌上形成那么容易啊 一个法案排不上去不上去啦 不是吗 所以要比你们委员会做决议还要困难 我们立法院要达成共识做决议 比你们还要困难 所以有人说是抬高了你们的地位 跟行政党比较 这是根本我们中华美国县华说难听一点 就进口的嘛 从哪里进口 从美国进口啦 就抄美国县华的精神啦 那我什么抄一半呢 我们国会有什么自我阴割呢 问题不能这样 我们现在推动的制度 就是要从理念上先跟大家沟通 我也不急了今天在通过这个法案 这就改变大家的观念 不能说我是独立的 我今天上任啦 哎呀我爱怎么做都可以 除非你抓到我的把柄 把我送司法机关 不是这样子 能力不好啊 现在不会推动什么公务员3%了吗 对不对 退场机制还不到那3%了 这是个观念上 不能够什么 持宠而骄 也不能够持独立的自己观点之实 而行什么呀 行说不受监督的一个状况 不可以嘛 好不好 我们讨论制度问题 不是针对你个人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谢谢蔡委员 政员